後面其實還有XML XML架構我想 回去自己也可以 稍微再看一下 XML 它長得又跟傑森又不一樣 OK 它基本上呢 你們可以把它展開來看看 其實它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標籤的型態 反正這個相關的東西 也許 上面的講義也許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前面比較基本的就是 就是CSV 然後JSON 然後再XML 那後面的話呢 就是那個什麼 再來就是第二個單元 這個地方 就是再去下載一些網路 網路上面的就是網頁資料 那網路資料的話 其實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網頁 其實我們會抓很多 像我如果想要抓取 這邊有個範例 我想要抓取那個什麼呢 比如說歷年來的大樂透開獎的號碼 那我後來找到一個網站 欸有欸 它把所有歷年來的開獎號碼 通通幫你收錄起來 可是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它分成總共有幾頁呢 總共有70頁 也就是說呢 它號碼有 但是它是70個page 那你想說 那我要怎麼把它全部都放到exale 其實第一個需求 爬蟲 那問題來了 以前如果你不會爬蟲 你就變成你非得要什麼 選取 Ctrl-C Ctrl-V 有沒有 第一個page 那第二個page 你可能就點第二個page 然後一樣選取 Ctrl-C Ctrl-V 有沒有 那總共如果70個page 你就要做70次 所以很多金融業 就真的如果你在每天爬蟲料 假設你不會用爬蟲 每天說Ctrl-C Ctrl-V 都做不完了 但是 如果你會用爬蟲來做的話 你只要 按下去不到3秒鐘 全部做完了 那概念很簡單 第一個先寫抓一頁 第二個 寫個回圈 for i 等於1到70 他就跑第一次 那把那個頁數改成 第一頁就是1 第二頁就是2 一之類推 然後呢 指定放在esale的哪個地方 這樣子的話 不到3秒鐘 資料全部下來了 欸 那這個其實可以做很多東西喔 但是 你們可能要先熟悉 網頁喔 當然也不一定說 要完完全全聊 至少你要知道說按右鍵檢視原始碼 這邊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他網頁的結構啦 那裡面的話至於我們抓哪些東西 大概知道一下 不過其實這個也不是很好懂 但知道有這些東西 那如果你想要先預習的話 那如果你想要先預習的話 我有在上面喔 放了幾個連結 第一個連結就是HTML的基礎 比如說呢 什麼叫HTML 它其實就是 這四個單式的 這個縮寫 什麼 hypertextmark of language 它其實就是 什麼啊 標示化語言的意思啦 至於這什麼 其實你大概知道一下就OK了 那 主要就是透過什麼 標籤啦 那什麼叫標籤 TAG 有沒有 它前面一定會有個小語 一個標籤名稱 後面一個大語 然後一個頭一定有個尾 這樣的話呢 就是一個TAG 那基本上呢 資料就是放在這個TAG裡面 所以未來如果你要爬資料的話 那你要先知道 你要爬什麼標籤 裡面的什麼資料 那就可以把它爬出來了 OK齁 所以這個有概念之後 你在學習HTML的爬蟲 就會很簡單的 那不管是樂透彩也好 所以後面好像有 匯率資料 股市值 因為匯率每天都變嘛 那你不可能說 我每天Ctrl-C Ctrl-V 那你永遠都C Ctrl-C 不完 如果你假設台灣就 一百多家銀行 你如果每天都要爬 匯率資料 那你也爬不完 所以如果你可以寫一個 爬蟲程式 自動幫你把它全部爬出來 幫你做排序 OK 或者抓前五名就好了 其他不用排 那就快很多 可是如果你 假如說你不會爬蟲 那你就變成土法煉鋼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回去 可能就是第一個單元完成 第二個單元 那其他的話 還有像 抓外匯資料 那還有一些其他更進階的啦 然後並且還有匯圖 所以這個第三個單元裡面 會講到有一個就是 類似像快速匯圖的部分 就是說你 假設你今天 呃 畫一個圖 你可以 假如說你希望把 這個也是開放資料裡面 總共有19個國家的這個貨幣 那也就是說從美元日元那一堆 好像19種 如果你希望每一個資料 就會是一個圖的話 並且放在指定的位置 那當然底下這邊有講 就是說你可以先畫一個 美元好了 再畫第二個 再畫第三個 所以後面的話有畫兩個有沒有 再畫三個 就可以畫全部了 甚至你可以畫縱像的 你可以畫 什麼 兩個 三個 都可以 看你要怎麼安排 那這個第三個單元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可以呢 快速的幫你把 這個資料變成圖的VBA程式 OK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把那個 第三個單元的部分 也稍微 也許稍微看一下 後面的部分 我就看 越後面越困難 所以如果 假如你對於 後面的單元有興趣 也許你可以先預習看看 甚至 你可以把程式 裡面的程式碼 複製貼過來 亂網看 如果你會亂的話 OK 那原則上呢 今天 大概原則上 我的課程安排 其實大概 就先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好 然後其他如果說 各位假設有一些其他的問題的話 不妨就是說 到時候可以再提出來 那 我今天或者之後 一樣會做那個上課錄影的動作 所以你如果將來 假如說你希望每一次都收到那個上課的錄影的話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是把它放哪裡 放在 我們這個 雲端裡面 這邊有個教學論壇 如果你假設你希望收到 如果像今天 我有錄影 如果有些地方 假設你聽得不太清楚 你希望再重新看一下 這個畫面的話 你可以暫停 你可以加到這個論壇 這個論壇的話呢 不對外公開 那怎麼加很簡單 你就是登入你的Google帳號 然後點那個申請加入 並且告訴我說你的 其實好像你們不知道有沒有學號 沒有 要不然你就告訴我說你的姓名 然後你是上這個課的學員 然後我就幫你加進來了 OK 然後我之後的上課影片 就會把它放在這個論壇 那它的好處就是你加入之後 它會自動把影片 就轉到你的Gmail信箱 然後呢 你們就可以看到每一次上課的錄影 類似像這樣 那這樣好處就是 如果你怕記不起來沒關係啦 反正你就是再重聽過 回去再看看就OK了 那這樣的課程安排 不曉得大家 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嗎 好像大家都歸心世界 因為中間我們好像有一次沒下課啦 所以不然的話 我們大概距離下課也還剩十二分鐘 等於還有兩分鐘 好 不然我們再聊個兩分鐘吧 怎麼樣 完蛋